特卡耶夫 發生社報導 托卡耶夫說 集體安全公約組織 維和部隊的主要任務已經完成 他透過視訊直播 向政府和國會表示 兩天內 CSTO聯合維和部隊 將展開分階段撤離任務 這支部隊的撤離程序 將會在10天內完成 此外老透社有報導 哈薩克內政部今天表示 安全部隊已經逮捕了超過9,900名 涉及上週暴動的嫌疑人 在週一 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 和俄羅斯領導的集安組織視頻通話 指目前有2,000多名集安組織的成員 進駐哈薩克 托卡耶夫聲稱 哈薩克經歷了一場未遂的政變 當局逮捕了大約8,000名抗議者 並且仍在追捕所謂的恐怖分子 1300名受到傷 幸好衝擊及其中心民民 有確確數據 美聯社等西方媒體報導指 俄羅斯國家新聞頻道報導說 上週有164人死於動亂 但沒有明確平民的具體傷亡數字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日表示 不會允許習安組織成員國的政府由於顏色革命而被推翻 普京將哈薩克的動亂歸咎於國內外的破壞力量 他承諾一旦完成任務 習安組織就會撤出哈薩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日重申對哈薩克的緊急狀態表示非常擔憂 敦促當局尊重抗議者的權利 布林肯還明確表示堅決反對當局射殺令敦促取消這個命令 逼過德國外長貝貝爾伯克週日警告說 哈薩克過於依賴中國或俄羅斯不符合歐洲的利益 歐洲的名字 響促取消悉者的信息 悠久